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是请问教授或是同业的人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他也会观察成功的农场 为什么经营得这么成功 他要去学习 根流病是真菌所引起的 主要危害十字花客的作物 像是芥菜 油菜 白菜 高丽菜都是 防治的方法就是让土壤变成碱性 庄民堂也在书中 发现提高蔬菜质与量的方向 有时候下很多的肥料 好像都那个产量也是不出来 自从翻到这本书 然后去应用这个微量元素之后 它的产量的确明显的增加 而且它的质也提高 它只要是在那里吸收 土壤底的筋 我们同样吸收 微量元素的肥份都是同样的 我来种一些不同样的植物 吸收原本就不同了 微量元素是林之胜与庄民堂种植蔬菜的最大关键 蔬菜应当名字很好啊 应当是吃起来很舒服的菜 怎么吃起来都拿着剥草呢 庄民堂认为菜不好吃 就是土里矿物元素不足 蔬菜也就体作多病 庄民堂深刻体会到 它不是在卖菜 而是在卖矿物元素 它开始为蔬菜加强微量元素 而让它感到惊讶的是植物的生命力 有一年台风把山里菜园对外的唯一桥梁冲毁 庄民堂照顾不了正在结球的高丽菜 得完这个桥就断了嘛 断了我没有过来 差不多一个月 都没有管理 反正它一直到结球 我想说完了台风来就不管了 结果我来看 我发现说我没有照顾的情形下 它的结果 它的成果比我照顾的还要好 灾后再到菜园的庄民堂 看到高丽菜竟然漂亮地长在阳光下 顿时感触良多 其实在做有机就是 你人为的因素当然是要有 因为你要栽种嘛 栽种是必须投入劳力嘛 可是相对的说 我们要花那么多的劳力嘛 下雨过后 叶菜虽然被虫咬过 但是因为有机高丽菜构健壮 会自行愈合 在外表较枯的高丽菜里面 隐藏着珍珠般的保障 你看我们一直把它剥 还是可以 它里面还是完整的 就在外表比较差一点而已 如果惯醒的话 像这样可能就会一直烂的 你如果不立即采收会烂 可是我这个已经又放一个月左右了 有没有这个 就这样就可以了 发现野放的高丽菜生命力最强 庄民堂以菜园为实验室 尝试不同分量的水分 石灰 要试验出最能协助高丽菜成长的环境 他看你没有收成的时候 他会嘲笑你 他们会讲一句 我打農油我就煮不好了 你不要用農油你煮得好 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拿给他 一切出来的菜去炒 等他来吃 他家人会讲说 某某那中间种种的比较好吃 我们捡个哪个牌子 所以比较出来他就知道 即使是被挑掉有瑕疵的野菜 但是事后的阿婆 还是会捡回去吃 如果要吃的人 就要比较漂亮 像这个这样 振一台回去炒 大家爱吃没有油 不然是有 买的都会拌油比较多 大家爱吃这个 这没有油比较好 今天要出这个小椰菜和胡萝卜 数量大概多少 数量喔 然后五六十件吧 好 OK 它會產生彎曲的情形有很多種 一般都是比較直接的原因就是它塑粉不完全 這塊三分二的地是林志盛最早更做的地 現在林志盛太太的弟弟在退伍後也承接這塊地 和林志盛一起做有機 因為我都把他講說你就把有機事業當作是一種善業 他就覺得說我這樣子的裡面他可以接受 然後他就投入下去做 原本反對林志盛做有機農業的父親 也因為林志盛的努力而改變了 爸爸現在是有改變人態嗎 這時候 這時候早上都比我早一點 晚上比我多一點 這樣是嗎 林志盛現在希望村裡的叔叔伯伯也能夠因為他的成功 願意走向有機農業 就是日照不足有沒有 硝酸鹽就會累積啊 我們的高麗菜硝酸鹽會不會過高啊 林志盛不會吧 我們吃露天栽培中間我們也都沒有施肥 有機對我來講它是有活力有挑戰的 是健康的 他時常講說人活在世上要活得有意義 萬一有一天我們走了 要讓人家有懷念我們的地方 所以他對有機十分的投入 當他看到消費者吃他的高麗菜 都請起大拇指稱讚他的高麗菜 好好吃的時候他就感到欣慰 可以感到說辛苦都非常有代價 非常的值得 人家講的有機農場裡面的都是快樂菌 所以有快樂菌 自然而然我們人都很健康在那環境裡面 越做越高興 越有活力 那是健康的 不論原本對農業熟不熟悉 不論是野放在山間或是呵護在往事裡 莊名堂與飲之聲 在有機農業裡都歷經紮實的學習與嘗試 沒有退縮 堅持不退的勇猛之心 才讓更多人可以吃到沒有農藥污染的有機蔬菜 我們會來看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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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